今天回到現場 剛才我們提到了 這個阮教授畫的 這個楊貴妃這一幅畫 另外我們有一段VCR是 包括了韓武林教授 在介紹這一幅畫 我們也請觀眾朋友 來看這段VCR 冒群是我大概 十多年的好朋友 這次看他的展覽 其實他很多話我都不陌生 他整個創作的過程 我也很了解 在台灣來講 以人物寫生 我想阮教授 他應該是數一數二的 當之無愧 因為台灣的整個教育的體系 他是承襲日本的系統 所以在基本功夫來講 不是像大陸 那麼樣的嚴謹 因為像這樣的人物 我們來看 他的整個皮膚的色彩 人物的動態 畫面的整個結構 他是屬於非常 從古典主義過來的 一個整個形式 所以從台灣的那個 那個早期的寫生來講 他是注重表現的 差不多是印象派以後 他表現主義 野獸主義的那個色彩的表現 像我們一些老畫家 都是從日本社交育過來 而大陸不同 他們是蘇聯的一個系統 所以他主動基本功 他們大部分的那個基本功夫都很好 從冒險的話來看 可以 鏡頭可以推近一點 你可以看到 他這個整個人物 前景 中景 遠景 人物的描寫 跟他光線的一個 一個層次的變化 你可以看到他 一個整體性 跟他局部性的那個掌握 對台灣來講是很難得的 我沒想到這幅畫這麼大 我們現場這個草稿 就一點點大而已 這畫很大 就像您說的 才能表現出那個震撼力 對不對 好那我們接下來還有這個 您畫的幾幅人像畫 這一幅是孫中山他的草稿 草稿 觀眾朋友可以看出來 這個畫的真的是 我們一般人啦 外行就看熱鬧 內行才看門道 那既然我們 像我們這個不懂的 我們就看熱鬧 畫的真的很像 謝謝 是不是 那這個 教我們觀眾朋友好不好 這一幅畫 要看門道的話 該怎麼來看 我們讓觀眾朋友來看 這個完成作品 好不好 這張也是稿 這張也是稿 完成的是在 又更大了 更大了 是是是 那我們來教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如果要去看油畫展的話 要怎麼樣來看出門道 要看門道 這個說起來畫長 那這張畫呢 是一張肖像創作 是 所以很多人畫 國父 畫聖宗山 聖宗山也有 也有相當多的一些照片資料 是 但是當我想畫這張畫的時候 我就在構想 嗯 我要畫一個怎樣的國父 要畫怎樣的一個聖宗山 所以我在想像裡面 哎 我要畫一個早年的聖宗山 嗯嗯 就是浪跡海外 是 奔走革命 發動華僑 嗯嗯 我要畫這樣的一個聖宗山 嗯嗯 畫這樣的聖宗山的時候呢 嗯 我在這些照片資料裡面 在看到其中的有一張照片 他跟有一些友人在去日本的時候啊 在一個這個海輪上面坐著拍了一張合照 嗯嗯 當然實際上聖宗山早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沒有什麼飛機嘛 都是坐坐人船 所以實際上他是經常在奔走在很多國家啊 英國啊美國啊日本啊這些國家裡面 所以坐這個大人船應該是他經常的 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 對 所以把它放在一個船上啊 放在一個船弦上面 背後是大海 嗯嗯嗯 我覺得這樣比較能夠反映嗯嗯嗯 描繪啊呈現聖宗山的那種 胸禁 是 那種氣魄 是 而且也能夠帶出當年的這種 我們說風雲祭會啊 嗯嗯 這樣的一個領袖人物啊 他的奋斗的一生呢 是 集中的去表現他 是 所以在這個構圖上面呢 我就採取了 把這個衣服啊畫的比較重 讓它很凝重 嗯嗯嗯 然後配上後面的大海 是 啊 這個天空呢也讓它是一個 呃有風雲的天空 嗯嗯嗯 所以南天呢 那個藍色很少 嗯嗯 一點點啊 但是主要是強調有風雲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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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 嗯嗯 嗯嗯嗯 那首先要削像嘛 對 要削就是要像 所以要畫的像呢 當然這裡面可能牵涉到我們說造型能力 對 那造型能力最重要一點呢 就是你要抓到特徵 嗯嗯嗯嗯嗯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徵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徵 對 這些特徵呢 簡而言之呢 可以說是兩種 嗯嗯嗯嗯 嗯嗯嗯 兩種呢都 互相有關聯 一種是 每一個人 他都有自己的 骨頭的 頭型的特徵 對 比如說有的人長 有的人寬 有的人上邊寬 下邊小 有的人下巴很寬 對不對 嗯嗯嗯嗯 各種各樣的 這是由骨頭決定的 嗯嗯嗯 這個先掌握 然後呢就是五官的特徵 有的人鼻子高 有的人鼻子 比較扁 有的人嘴大 有的人嘴小 有的人翹 各種各樣 你要知道他五官的特徵 是 你都抓住了 是不是就很像呢 還不一定 也不一定 對 還有神態 對對對 那神態最難的 因為常常我們 我也會碰到這種情況 比如說 我在畫肖像的時候 喜歡對著真人畫 那對著真人畫 你總不能都一直在笑 對 那類似了 我抽筋了 是 所以呢 我們畫的肖像 全世界的油畫肖像 你發現 大多數 絕大多數 都是靜下來的狀態 不是大笑的 最多有一點微笑 嗯哼 她就是因為畫家 對著模特兒的時候 她有一個時間 一次 两次 三次 可能很长的时间 所以它不可能都是小的 就像是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 微笑 但是像佳小姐 画出来可能你在沉思的状态 可能有比较更有泪涵一些 但是你平常可能是一个很乐观 跟同事 跟朋友 什么的人 想看怎么好像不大像 对 就是这个就是盲点 就是自己看 你怎么画的不像 我平常都好乐观 你怎么画出来有点不像 对不对 因为我们静下来了 我们坐下来 我坐下来我总不能一直笑着 对 这是你不大发现自己的 或者你周遭的人 没有大发现 你在沉浸下来的那个神态 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这样 所以我们要特别跟观众朋友来做提醒 如果你有心想要让 这个画一幅肖像的话 你要懂得去欣赏画家画出来的东西 而不是怎么跟我一点都不一样 如果要完全一样的话照相就好了 对对对对 不需要画了吗 那个不是艺术的表现了吗 对对对对对 另外一种程度艺术的表现了 好 那最后大概有将近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请这个冉教授跟我们聊聊 您未来的创作的理想在哪里 未来 你想要创作一些什么样的作品 目前都还在计划当中 在收集资料当中 跟我们做透露 我到这个 我1997年吧 我到西安 西安 到西安 到甘肃 到玉门 然后到新疆 到吐鲁番 到青海 走了一趟 走那一趟呢 是为了去找两个 两个创作的一些素材 一个是关于杨贵妃的 那我收集了一些素材 杨贵妃 最后的时候 我把这张杨贵妃画完了 本来这张杨贵妃还有 要画两张画也是 我先跟你提到了 就是贵妃出狱 和贵妃之死 那我现在完成了一张 另外呢 我要画一张玄壮 玄壮 去西域 取金的那个玄壮 因为这个玄壮去取金呢 也是在历史上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 也是非常的了不起的人 他一个人 尤其是出了这个 不是还有猴子猪啊 西游记 西游记 一个人是没错 对的 他当年一个人 离开玉门 离开这个玉门关了 一个人西行 那是一个人 差一点死掉 他到了这个 我们说西游以后 后来有这个 其他的国王 赞助他 后来又派了 给了他马屁呀 或者一些帮手 然后他再继续走 但最艰苦的是他一个人 我就想画那个 那个精神画 那个精神 勇往直前 就是要达到目标的那个精神 对对对 就是玄壮一个人 我又画了很多草图 但是这张画一直 还没有画出来 是 是 好 我们期待 可以在 这个短时间内 把它画出来 公主于是 让大家可以来 欣赏一下 这个画作 好不好 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 阮茂琴教授 到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谈一谈 他的画作 还有谈谈 他的生长过程 真的是我们一般人 没有办法想象的 也非常的精彩 非常谢谢教授 也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来 教授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